康熙后宫竟有个低配版甄嬛 他出身低威却因长相和姓氏被风流的康熙弟日夜宠幸 可惜却终身未孕 成了后宫的另一个悲剧 此人便是康熙的西平 在电视剧《公所心域》中 西平是一个一心直想往上爬 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狠角色 那历史上的西平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 康熙作为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 他后妃的数量不在少数 有个200多人的后妃天团不说 有兴世纪录的妃子 加起来都有65个 除了被康熙客妻buff送走的三个皇后 就属慧姨德荣四妃最为出名 除此之外 康熙的西平也有一小丢丢的名气 今天咱们的主角西平 就位居西平中的第七位 西平赫蛇里是赖山之女 她除了这两条信息外 她的出生年月不祥 奇数不祥 和氏进宫同样无从得知 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推断 西平的出生应该不会很高 虽然她姓氏和康熙发熙 小城人皇后一样 但两人应该不属于同一之脉 小城人皇后的父亲是义政大臣格布拉 祖父是斯大府政大臣之首的索尼 他们家是赫蛇里士中最为显贵的一只 而西平的父亲甚至没有官职 只是个白丁 如果两家有那么点关系 怎么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吧 可见西平只是出生于大族中不起眼的小直脉 虽然开局不好 但西平入宫后却逆风翻盘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配版甄嬛西平被康熙当成替身宠 为何一生只得一次晋升 西平是在康熙初年入的宫 当时的后宫制度尚不完善 没经过正式册风的后妃都会被统称为树妃 入宫后的西平也成了其中一员 但她很快就凭借两个优势 在大部队中脱颖而出 这第一呢就是西平的高颜值 西平虽然家世不高 但家中还是对她悉心教导了一番 所以她出落的大方端中 可后宫要什么美女没有啊 仅凭颜值取胜是完全不够的 让西平被康熙注意到的 还是她的第二个优势 那就是她的姓氏 康熙第一次看到西平的姓氏时 便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发妻 等她把人叫来跟前仔细一看 发现这小姑娘的长相 也有三分想象成人皇后 于是康熙就来了出婉婉泪清 她将自己对和舍礼皇后的思念 都倾诉在了西平身上 所以西平在这段时间非常受宠 康熙不仅次长春宫给她居住 还在康熙16年首次大封六宫时 将她正式册封为了西平 要知道这平位 在后宫可是一宫主位 和西平同时晋升平位的 要么是家世显贵 要么就是生了好几个孩子的 只有西平是既没有出生 也没有生育 全凭康熙的宠爱 才吊车尾成为西平之一 此时西平得到的一切 都是因为赫舍礼皇后 但即便有相同的姓氏和相似的容颜 她们归根结底还是两个人 康熙和她待在一起时间越长 也越清楚她不是自己的发妻 康熙明白这一点后 慢慢将寄托在西平身上的感情收回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西平失宠了 那失宠的西平结局如何呢 康熙第二次大封后宫有什么巨大变化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 康熙第二次大封后宫 此次册封礼后 彻底改变了后宫的格局 西平中的荣平马家氏成了荣妃 惠平纳拉氏成了惠妃 怡平郭洛氏也成了怡妃 圣语即位的名字 没有出现在此次晋升的名单中 昔日一妃冲天的西平也风光不在 她彻底失宠了 遥想当初圣宠之时 西平都没能生下一儿半女 如今恩宠不在 就够没了靠生育子嗣 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再加上西平的年纪越来越大 她最引以为傲的容貌 也被新入宫的貌美的妃子比了下去 这就使得西平这个人 彻底被康熙给遗忘了 直到康熙四十一年 西平去世 她都再未得到过晋升 在西平病重不起时 她曾拜托人传话 说自己想见康熙一面 但此时康熙在准备难寻 实在分身乏术 于是西平连康熙最后一面 也没见到 康熙直到听说她的死讯 才有了些许动容 但她除了下令 绰巢两日以表SY 并没有任何表示 康熙四十四年 西平被葬入康熙锦铃飞原寝 因为生前只是平位 所以西平死后也不能设神位 西平从入宫开始 就成为一个替代品 等自己失去嫁之后 很快失宠 实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